近日,电影《以爱为名》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 《以爱为名》由台湾导演王玉雅指导 原名《珍珠岛的天空》 讲述了发生在台湾墾丁珍珠岛上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从香港来到台湾读书的林志南与慕容碧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 后来,因为林志南出国读书而分道扬雕 深爱着慕容碧的林云志不顾家人的反对 依然从国外回到台湾,默默守护在慕容碧的身边 最终两人走到一起 此次,《黄凯杰》片中饰演男一号林志南 女主角慕容碧则由同为电影学院的校友王毅锦出演 据悉,该片将在今年年底与内地观众见面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 《以爱为名》导演王毓雅 主演黄凯杰、王毅锦接受了《乐视网》的特别专访 《乐视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毅雅导演 《乐视网》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毅锦 《乐视网》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黄凯杰 我们《以爱为名》是其实就是在讲一对来自 男主角是从香港来 然后女主角是从大陆内地过来台湾念书 然后他们谈恋爱开始的地方是在墾丁 然后就是碧海蓝天 然后就是因为我想这个设定 跟国内的一些青春面比较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现在内地大家对墾丁从海角7号之后 也挺有印象的 那我们就想说把台湾的一些比较漂亮的地方 作为一个主场景 所以我们就是选了墾丁 所以凯杰跟一锦 他们一开始就是恋爱开始的地方就在海边 然后就开始了这场所谓青春的恋曲 然后因为有些事情就分开 分开之后他们就各自到了世界不同角落 后来十年后又在北京重逢 就跟一锦是我们是同校的 都在电影学院念表演戏的 但是她是我师妹 然后是隔壁那个班的 所以是隔壁班的女生 对隔壁班的女生 就知道她 也就是她是上海人 然后也就是她之前拍了一部电影 然后结果这一部也找到我们一起拍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认识 但是不太熟 就可能在学校聊个几次 就会打招呼这样 但是要真正要演一对情侣 其实是挺紧张的 因为最近我们也第一次嘛 第一次拍 所以幸好要当然得知道 所以我们后面就很快就融入到 这个剧本角色里面 那一锦能接第一次跟凯杰拍电影 什么感觉 对啊 迎评初吻都给她了 但是因为那个没有尝试过 就是这种亲密的戏嘛 然后在那个 我们那会儿是在茶园拍 那个夕阳特别美 就是不是算就是落日的那个夕阳 特别美 然后导演就说 来你们两个站到里边去 我们就那个你们抱一下 然后说哦好 然后抱着导演就觉得好没有feu 然后就说好了好了 你们这边亲吧 因为其实剧本上那会儿没有 我都突然就这样说 我说我说我说怎么演怎么演 他也没拍过 说我也不知道 然后导演就哎天呀天呀 就是刚开始就不太有默契 然后后来就慢慢的熟了之后 就发现当中还就是默契有了嘛 就还不错了 就有一场戏是在那个 我家我就是女主角的家门口 然后喝多了 喝多了之后呢 就是男主角到女主角家门口 等于是算是跟踪吧 然后就把那些十年的那种 对他的想念呀 对他的那种怨恨啊 全都爆发出来了 那场戏我觉得演的还是很 蛮爽的 对 演的 来 再给你吃 其实我觉得在 因为刚开始我们在肯定拍 然后那场戏是 开头是我们有点想打戏的 然后为了那场戏是 导演是安排了我跟一锦 是接受训练的 跟那个武术指导师 提前一个多月之前去练的 然后我们就那个时候就 拍的时候也一直在练 就没有没有 没拍的时候有空的时候 我们就自己会去武馆那边去练 然后那个武术指导 给我们套招啊 然后念一下动作 然后到了肯定那边 我印象深刻因为是 那天在海边拍嘛 要先拍我打的 然后可能为了那个效果 当然就希望一进到底去拍 然后我们就 其实大家都很挺累的 因为那时候也是 太阳很大 很大 然后挺辛苦的 中暑 对有一点点 然后但是幸好就是效果 还是能达到大人的要求 所以大家还是挺挺兴奋的 因为都拍了那么久 很期待 很期待你详细 所以后来拍出来效果好 我们都很满足 很兴奋 在肯定的时候 大家都在肯定的时候 大家工作人员全都晒伤了 就是都戴眼镜的 就摘下眼镜 发现除了眼睛 熊猫 全部已经变 真的变熊猫了 然后我也 因为我想说我不能晒 还有每天都涂五六遍的防晒霜 然后没事就撑伞嘛 然后就是但是就是 假如说对灯光的时候 对镜头的时候 然后我就不能撑嘛 我就头一直顶着 一直顶着 后来我就觉得 起头发的时候 头很痛 头皮痛 发现头皮晒伤了 就然后凯杰也是拍着拍着 导演我能休息会 不行了不行了 我要中树了 就是热到一个不行 对 当初这个电影 为什么叫珍珠岛天空 的设定就是说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 抬头望天空 都好像满天星星 都好像珍珠一样 闪闪发亮 那因为在台湾就是 尤其在海边 就是没有什么光害 然后在海边走着 往天一扬 就是满天星这样子 所以我们当初 为什么会设定在 在肯定拍这个戏 就是觉得那个地方 其实很浪漫 然后白天 有白天的感觉 就是那种 比较青春洋溢冲浪啊 碧海蓝天啊 就你们看到预告的 然后晚上 其实他们还有一场 晚上的戏是 那个在海边 然后我想说凯杰 身材这么好 肯定 肯定的让他表现表现 然后他就很害羞 他就来说 我什么时候拖 我什么时候拖 你想拖就拖吧 就该拖的时候就拖 所以他们在晚上 也有一场就是在海 海里面那个浪漫的吻戏了 这个也挺美的 对 是吧 你最喜欢哪里 我肯定是肯定很喜欢的了 然后除了肯定之外 我觉得那个茶园 那个地方也是很美 因为故事也是 我也是一个 种茶的一个 愚人 工人 农人 农工 因为我是从最低层开始 所以也是因为之前都不知道 茶叶是怎么做的 然后平时就看到茶 以为就很简单 就晒一晒就可以了 其实不是 因为到了那边 那个师傅就教我说 是很有研究的 就是你要挑 然后要看到该对的时候 才把它拔起 采采 对 然后要分类 不能拔 要采 对 专业只是采 对对对 然后就了解更多 就对那个行业就 对对对 它其实是一个很著名的地方 叫清静农场 在台中 然后是在一个凯拔必须要2000公尺以上 那时候全高山茶 然后是台湾最好的茶厂 然后那个景也是很漂亮 就是我们有山也有海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蛮浪漫的 对 最伟良 说一下 完全是拼着命去 对对 对对 因为它特别陡 所以那个山路是没有围栏杆的 围栏都没有 然后它特别窄 路的宽度大概跟车身一模一样 对 然后又又又弯来弯去 而且又开得很快 我在车上完全 我跟导演两个人就是 怎么办怎么办 我说这万一这一下去真的就 真的就一命误会 你知道吗 然后黄凯杰 没心没肺的那种 睡得可香了 就一直在睡 我说这怎么睡得着 天呀 是癫啦 因为就 又癫又抖 然后还没有保护的那个栏杆 一开始就 哇 山景很漂亮 后来发现 后来就开始发 恐怖 发抖了 对 那跟凯杰演这个爱情片 有没有来电的感觉 来电的感觉 戏 拍戏 拍戏 一个action的时候会有 对 然后一收工 一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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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视网友大家好 我是王艺锦在《以爱为名》片子里面 饰演的是慕容碧 然后这部片子兼具了有动作 爱情 喜剧等多种元素的电影的 希望大家能够到时候去电影院多多支持 热视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黄凯杰 然后在《以爱为名》这部电影里面 我演的就是叫林志南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在声音的时候 多多来电影院支持我们 然后我们稍后会有更多的资料 可以给观众大家看的 所以 能不能一切注意啊 乐视网友大家好 我是《以爱为名》导演王宇亚 如果大家想感受一下台湾的 碧海蓝天下面的爱情 请来关注我们的电影《以爱为名》 然后也请支持我们的电影 谢谢 谢谢 更多精彩内容 下载乐视视频 移动客户端